据说每一位老司机的内心 都有一段叱咤风云的过往 并拿无法磨灭的车牌 欢迎收看本期 TTV港308支 老司机要开车 一定要有方向牌 我是佩英俊 对 就是那个曾经获得少儿守护一等奖的男人 作为一个什么都会的优秀男人 身边总是有莫名其妙的小谜题 嗯 我要学开车 师傅 教我开车吧 我要成为支把游戏厅幼儿组大班的男人 唉 真让人苦恼啊 这不禁让我想起曾经支把游戏厅小学组 执政8年的往事 在哪8年里 等等 小学不是只有6年吗 滚呐 你要学开车 你的家伙呢 逃出来我看看 真 这也算开车 怎么了 你看 我家也能开车呀 重力改进的 你看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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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车是些体面的事情 麻烦你对方向盘有点起码的尊重 恐怖啊 上车 走 你进去啊 灭食神啊 考验1 新手村的抉择 玩赛车游戏必须要上一个方向盘 看着才是个体面的游戏人 图马斯特 T300系列 方向盘可调度数最大1080度 大约一圈半 之所以要买法拉利版本 我发誓绝对不是因为阿肯塔罗的手感 呃 真的不是 真的不是 与法拉利方向盘配套的踏板带有离合器 这个离合器都有了 总得试试手动挡啊 可是排档竟然还要单独买 将踏板和排档连接到方向盘主机 然后将方向盘这边插电源 那边插PS4 点击这个小GG 连接到PS4完美适配 极插极用 现在让我们点开大型汽车壁纸生成器 GT Sports 不管那么多了 先开一版再说吧 方向盘反应0米 转向精准无延迟 感觉好像自己就坐在驾驶舱里 车轮经过不同路面的反馈真实 而又苏马 对的 苏马 三个踏板的力度也都不一样 可以很明显地分出油门和刹车的区别 在刚刚开始玩游戏的时候 很容易被这种接近真实的操控感所迷惑 所以大部分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方向盘 踏板 还有排档的操作当中去了 这个时候在游戏里跑不跑第一 已经不重要了 少年 现在有两颗药丸侯你选择 如果你选择推下这红色的药丸 你将陷入无限的虚幻 所有驾驶辅助全开方向盘对于你而言 仅仅是左转右转 但是你将满足内心对速度最原始的渴求 诶 师傅 要不要那么重啊 这就是人家买不到嘛 开心是红色的啦 开心 诶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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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验2 暴力驾驶的快感 OK 驾驶辅助全开 选择简单模式 开始暴力驾驶吧 并称着跑得没我快的要装 比我快更要装 弯美拐过去要装 拐过去了更要装的精神 我坚信 每一款赛车游戏最后都会沦为跑跑卡顶车 不管怎么样 撞就是了 赛道是我家 建速全靠撞 可是一连串的暴力驾驶所带来的 只有 看来还得买个方向盘支架与座椅 艰难的爬进去 真的感觉自己在开跑车 让我们系好安全带 踩离合挂一挡 走你 有了支架的加乘 终于可以肆意妄为的轮方向盘了 当开拉力赛时 来自路面的颠簸通过震动模拟反馈到手上 哇塞 这阵感 没事 使经握 支架比桌子结实多了 可劲的玩意 可是 当第一变得唾手可得 似乎就失去了对游戏与赛车的热情 当初没有选择的蓝色要玩 吃下去 到底会是一个什么事件呢 如果你选择推向蓝色的药丸 如果你选择推向蓝色的药丸 意味着你将继续保持所有的辅助驾驶关闭 你将被真实所说 这个时候你就要特别小心 从蓝色药丸传递过来的反馈 进而进行实实的挥操 这才是通向手里的运进食用 考验三 游戏就是游戏 吃下蓝色药丸 关闭所有驾驶辅助选择困难模式 突然世界不一样了 任何一点点对方向盘的操作都会极大的体现在游戏中 方向盘的反馈开始变得打手 我已经感受不到我对车辆的控制了 之后 为什么我最近开车 总感觉控制不住车呢 来来来 维师这里有一个硬盘 你拿去看看 能不能参悟到些什么 啊 这1000TB的种子 好重啊 拿不起来 误导了 就想让我用它去练习手术吗 等我的手术和力道都能够操控合一的时候 我就能够人车一体了吗 混啊 重症拿不起来不知道画个新的呀 去 把反馈调轻一点 嘿 让我们点进游戏设置里 把反馈什么的调至自己能够接受的程度即可 接着 踩离合 挂一挡 轰油门 走你 考验4 慢就是快 好吧 沉浸在游戏的世界里 加速 拐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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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根本拐不过去呀 这儿 为什么我过弯不去呀 哼 我意思 这里有一个会立即赠予你 你一定要好生产 放开 意识到过弯减速其实很重要 唉 原本以为上了方向盘 在游戏的世界里就可以横冲直撞 但没想到不管是游戏还是现实都是一样的 嗯 终于 终于能够顺利的跑完一场比赛了 正儿八斤开下来真的有一种感觉很累 游戏性已经荡然无存 能够完整的开一圈 过好每一个弯已经非常不容易了 向盈真的太难了 图马斯特T300方向盘值不值得买 我觉得值得 而且是非常值得 TESTV给出主观综合评分8分 其中最大的一个原因 是它让我能够完全沉浸在赛车游戏当中 它所带来的转向以及路面反馈这两个维度的体验 非常接近真实 只不过离真实的驾驶感还差一些 我无法体验到 比如过弯时车身的倾斜 或者急杀带来的惯性等等 当然 这些感受仅靠一个方向盘是远远不够的 所以每一次过弯 灵魂已经飞出去了 身体却还留在座椅上 唉 多少有点恍惚 这一套买下来 包含显示器 主机 方向盘加踏板 还有排档杆 以及支架 所以这套大玩具配下来价格真的好贵好贵啊 别碰我 你到底想怎样吗 分手 确定 tú 不能 如果 你 想想下去 就这样 放下来 真爱她 珍惜她 TESTV甜蜜礼盒 送给她 好 节目看完了 那么这个方向盘和拳头的这些东西 我们会啪 但是现在因为没办法发货 所以啪不了 后续会啪 大家持续的关注 那么你觉得这个方向盘怎么样呢 请扫描这个二维码 或者在下方的简介中 寻找链接 来投出你宝贵的一票 告诉我们你的看法 你们看到这期节目的时候 我们TESTV也已经放假了 祝大家春节快乐哟 春节要高高兴兴安安全全的哟 然后去 你后去的演技是不是炸烈了呀 赶快来支持一下 买个礼盒 送给你心中的他 但是 现在只能下单咯 要等到2月10号再回来发货 在这里 谢谢大家 都有我们的支持哈 嘿嘿嘿嘿嘿 TESTV 帮你try before you buy